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跟田姨姐妹交通之后 我们还是谈到关于神与人 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地上就只有双重的关系 要不我们就跟神有关系 要不我们就跟人有关系 那么这两重关系 其实在我们的 尤其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是最重要的 也是唯一的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叫什么 叫感谢神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时刻要感谢神 感谢神我们有三重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为着 我们应该感谢神的感谢神 然后另外一方面 是为着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 感谢神 我们没有察觉到 我们没有仔细思想到的事情 感谢神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着 甚至不应该感谢 我们不想感谢 或不能感谢的事情 感谢神 对于我们住在温哥华的基督徒来说 其实我们应该比别人更加的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温哥华这个地方是世界的天堂 如果你从亚洲 从中国 从台湾 从香港 从东南亚的各国来 你就发觉温哥华实在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你说温哥华会不会刮风下雨呢 会 你喜欢刮风下雨吗 Sometimes Sometimes 但是我要告诉你 像温哥华这么高的纬度 在北纬49度以北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城市 天气比这里好了 我们临近的城市 只要离开温哥华一百公里以上 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一百五公里以外的地方 冬天都是零下二十三十度的地方 下雪是家床便饭 不会像我们在这里 看到下雪的时候 你很开心很happy 哇 还出去玩一玩 哇 孩子们看到下雪好高兴 为什么 这里不容易看见 下雪的时候很多 那么温哥华在这个地球上的location 其实比我们中国的海森威还要北边 那个是一种冰天雪地的地方 可是温哥华是不是整天都有冰雪覆盖啊 没有 一年下两三场雪就差不多了 每一场雪很少停留 超过一个两个礼拜波龙化掉的 在这里呢 四个季节都非常的明显 而且都舒服 夏天不会太热 冬天不会太冷 你看我们在室内的时候 你们衣服还不用穿得很多 你看我还穿短袖 这边这里不是太冷 然后这里瘸带姿 是一个温和的气候 因为这里为什么温和呢 在这么高的纬度 因为有海洋性的气候调节 这里有两个很大的洋流交汇 一个是从阿拉斯卡 阿拉斯加来的寒流 还有一个是从卡利福尼亚 加利福利亚来的这个暖流 这个寒暖流交汇的地方呢 就是温润波雨海洋性气候 所以住在这里很舒服 中年的湿度都大概是60%左右 是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 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来 来这里你不会觉得太湿 流汗不会不干 身体不会黏黏 不管多热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管从哪里来 来这里不会流鼻血 因为这里不干 如果你突然从中国 你跑到加州去 住几天以后 你就开始流鼻血 为什么空气太干 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 吼得很干 为什么 因为气候就是比较干燥 在这里呢 除了室内 如果你们是 这个气动式的这个暖气之外 要不然一般来说 整个温哥华的气候 湿度都很舒服 就是60% 70%的这个湿度 好 我再跟大家说明 并且推销温哥华 是一个世界的天台 今天谁住在温哥华呢 我们就住在温哥华 所以我们应该是比别人 更加的感谢神 更加的感到幸福 而且我们这个 幸福的感觉 被神为了满满之后 我们每天一出门 每天一起床 就应该是要去做 很多帮助人 或帮助自己周围的人 甚至教会的事情 因为神一定把我们 别人都没有吃饱的地方 都喂饱 所以我们比别人 得了更多的恩宠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堂的地方 我们应该是 每天早上起来更满足 每天早上起来更快乐 每天有更多的活力来侍奉神 温哥华这种英明的气候 造成很多人比较忧郁的这个现象 但是温哥华的确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 如果把每天的下雨 取而带着下雪的话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上礼拜呢我们师班来了一对新的夫妇 他们从Admonton就是爱明顿搬过来 那么来温哥华他们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他有比较 他在Admonton住过呢 知道冬天都是三十几度 已经下三十几度 都是满地都是雪 然后出去不是穿不穿外套的这个问题 一定要弄得非常暖 要不然的话 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 那来温哥华又看到温哥华 这个哎呀好漂亮 哎呀这天气好好 完全不冷啊 然后这个下雪变成是点缀性的 不像我们在那里似乎见断 还有我刚刚讲温哥华 因为寒暖流交汇 所以在此地这个鱼获量非常的丰富 你既可以吃 你既可以吃到从那个寒带地方飘过来的 这个洋流的鱼 也可以吃到暖流地方飘过来的鱼 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吃得到鲑鱼 鲑鱼是洋流 是寒流的鱼 鲑鱼不是合理的鱼哦 你在菜市场买到的 Simon Fish 三文鱼啊 我们广东话叫三文鱼 都是海里抓的不是河里抓的啊 那么你既可以吃到 和洋流的鱼 也可以吃到暖流的鱼 寒带的鱼 暖带的鱼 你都吃得到 所以温哥华是一个世界的天堂 姐妹们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个天堂的地方 我们应该更加的好好来 侍奉神好好爱我们的教会 好好爱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们 你们说对不对 对 对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我前面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大家在家跳下去对不对 哈哈哈哈 现在跳下去了 跑不掉了 我们就开始收下去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开个玩笑说 如果将来上帝来审判这个世界 审判我们弟兄姐妹们 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呢 上帝说一句说 我在地上曾经告诉你们 我给你们多就要向你们多要 我给谁多要向谁多取 请问你你是拿多还是拿少的那一个 多的 拿的非常多的那一个 你在地上已经做了这个 啊 preheaven的居住宅区了 你已经是在天堂有实习过 地上的环境是天堂的地方实习过 嗯 如果上去我们不是很 很容易 很容易 嗯 不不 那是因为 好你是 fit in 很容易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在审判的时候 首先就是说 我给你多 你有没有多付出 对不对 你有没有多付出 有没有更加爱教会 有没有比别的地方的人 更爱你的弟兄姐妹 比别的人更对教会 更对你的这个社会国家 跟你的家庭投资更多 或者付出更多 或者把你的恩赐用更多 这个是问题在这里 有有好的这个 这个我们有好的这个生命的果实以后 我们才能够 fit in 进天堂 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多思考 其实在加拿大 美国有很多地方 你不知道全世界最多的宣教士 最多的这个基督教机构 还是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里享受最好的生活 因此我们有更多的能力 出去伸手要帮助别人 我们的手也很奇妙 一个手掌心向上 一个手掌心可以向下 今天你自己可以决定 你是常常到教会来 在团契当中 老是要跟人要 还是你是一个可以出去给的人 你要教会来可以说 今天我讲到没有把我喂饱 今天这个唱诗我没有得到满足 今天听众姐妹没有安慰我的心 我们都可以存着一种 我缺乏我空虚 我需要我要吃的这种心态去 我也可以同时存着 我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可以看到我的姐妹 我可以跟她问好 我可以表达我的爱意 可以表达我的关心 可以为她祷告 这个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都是空空的到教会 抱抱的回来 空空的来团契 抱抱的回来 这个都是一定的 但同一个时间 我们也要做一个 愿意付出 愿意关心 愿意伸出我们那个 关怀所的那个人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 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爱的行动 叫接纳 接纳这个题目呢 其实呢 蛮重要的 我们先看一段圣经的经文 是在这个 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等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弱的 反倒虚几 取了独服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即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死的架上 上 对 这个就是菲利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这里说呢 就是 神呢 自己 成为基督的样式 他本来是神 但成为基督的样式 来到了世界上 甚至这个三位一体中间 这一位呢 原来在万世以前 就是为了预备有一天 要到地上来拯救我们这些 没办法在律法中 没办法在自然的情况中 靠着神给我们的形象来得胜的人 神就是为了我们 所以他取了第三个 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形象 然后来到我们的当中 那么 他拿了奴仆的样子 变成人的样子 然后 卑微的 顺服的 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他向我们伸出的大爱 上一次我在我们当中呢 我也分享了十字架的大爱 那么十字架呢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他是全世界最残酷的刑具 但是呢 他却是 祝福的化身 你看 没有全世界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文化里面 可以把一个执行死刑的刑具 变成祝福的一个标志 你看我们常常挂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 挂了十字架的耳环 家里面挂了十字架 教堂上面是十字架的样子 这个十字架是杀人的工具 有没有人把杀人的工具整天挂在身上 如果你身上常常挂一枪在那里 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的身上挂一支大枪 人家看你 这个是另外一种样子的装饰 或者你是哪一类的等等这样子 但是这个十字架呢 却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祝福 全世界唯一一个表真 是由一个杀人的工具 而变成的这个装饰或者祝福 那么十字架呢很简单 它就是两根木头 一根直的一根横的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 横的这一个呢 我们是跟人的关系 直的这一个呢 是跟神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牧师呢 有很多的地方的讲道呢 也讲到这个十字架 就是基督徒 基本上是生命组成 那么我们跟人跟神 都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跟神有的好关系呢 我们就会站在那个地方 跟人有好的关系之后呢 那个十字架的形状就成了 我们就有神给我们的十字架 今天我特别要讲到横向 就是与人的关系 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的双手挂在十字架上 那么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手呢 当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 我就看见了 耶稣的手呢 如果向下的话 那么就好像 他可以给我们祝福 耶稣的手如果向上的时候呢 好像他接纳神给他的旨意 那我把这样的形状呢 拿来放在我们的身上做比喻 如果我们的手向下的时候呢 我是愿意付出 我是愿意给人祝福的一个人 如果我的手向上的时候呢 我同时接受神给我的环境 我也接纳神给我们人的环境 我接纳我周围的人 透过这个理念呢 我就来谈谈接纳 其实接纳呢 是非常重要的意思 在英文里面叫Accept 其中词叫Acceptable 就是我可以接受的 你要接纳一个东西 这个接纳的准则 跟接纳的原则 跟接纳的行动 是在什么地方呢 接纳的行动是在你的心里 如果你能够接纳这个事情 他就能接纳 如果你不能接纳 他就不能接纳 有的人从来不能接纳 吃某一种食物 有的人从来不能接纳 喝某一种的水 但是什么时候他能接纳呢 他决定他要接纳 他可以接纳 他这么想 并且那么做的时候呢 他就接纳了 接纳非常的重要 接纳有关于你孩子的幸福 我们常常中国人说一句话 就是说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 爸爸 因为当我们生出孩子的时候 孩子长得像你 你会爱他 长得不像你 你爱不爱他 像爸爸嘛 对不对 或者像你们两个中间 所以看谁都不大像 我就问你啊 如果这孩子长得很像你 你爱不爱他 爱 如果长得不是很像 你爱不爱他 你的孩子长得非常高大 非常健康 你爱不爱他 孩子弱势不大健康 你爱不爱他 孩子正常 你爱不爱他 孩子如果不大正常 你爱不爱他 孩子功课好 你爱不爱他 孩子功课不好呢 孩子功课好好 孩子功课好 孩子功课好 是哭 孩子功课 孩子功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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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也是爱的一种 只不过 吃爱嘛 好 对对 打事情嘛 是爱 只不过 这个奏 要按照神给我们的公义 而不是从我们情绪中出发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父母也是很多的学习 所以呢你的孩子是不是個寶 決定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接不接納他 有沒有孩子生下來 長得不是父母要的樣子 父母不接納的有沒有 有 有但不是那麼多對不對 這個社會上大部分的家庭 孩子出生的時候 不管合不合乎父母的心意 不管合不合你的期望 總的來說你都能夠接納 並且愛你的孩子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很少的部分例外 大部分的時候你都能接納 所以呢孩子的幸福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接不接受他是你的孩子 你接不接受 你要給他繼續付出你的 無怨無悔無條件的愛 所以接納這麼重要 接納非常的重要 當你跟一個人結婚了 你是他的先生 你是他的太太之後呢 夫婦要在一起相愛到永遠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結婚之前要接納他 結婚的時候接納他 結婚以後還要怎麼樣 他今天說你很漂亮 他說我愛你到永遠 你絕對接納他 他今天我愛你這個字 少說了幾次 或者忘了說了 或者該說的時候不說 你要不要接納 你要接納 提醒他 提醒他 有時候會有一點小吵架 有時候有一點小衝突 有一點小矛盾 但是如果你能夠 接納你的另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你的家庭 兩人生活 可以走得長長久久 可以在神的愛中 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在夫婦中間 這個接納也非常的重要 接納他的優點 接納他的缺點 接納他婚前的包裝 接納結婚之後的現行 接納無心之過 甚至接納不小心的錯 或者故意犯的錯 什麼時候你可以不接納 人很有意思 我們很不容易接納別人侵犯 或對不起我 或者在我面前做的錯事 但是我們都很希望別人原諒我們 有意無意 知道不知道犯了錯 除非我們是永遠不會再犯錯的人 我們是永遠不會再犯罪的人 其實我們才有資格不原諒別人 要不然其實我們都應該 隨時保持一個接納別人的態度 接納這個字呢 這個詞呢 也同時是家庭和樂 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家庭要不要開心 完全看你接納 你應該可以接納你的孩子 在學校都是全A的功課 對不對 你能不能接納他有時候 萬一不小心沒有拿到全A 你能不能接納到你左臨右色 孩子都拿A的時候 你的孩子沒有拿A 然後兩邊太太來你家聊天串門的時候 說這個趾高氣陽說 我的孩子是拿A 你們家小寶怎麼樣 你那時候講不出話來的時候 你還是要接受你們家的小寶 是你的兒子 是你的孩子 是你的最愛 何況我們自己在學校的功課 過去也不一定什麼時候都全A 對不對 也許體育不及格 也許音樂不及格 對不對 那麼我們怎麼能夠要求 我們的孩子要超過 甚至我們都做不到的事情 對不對 你能不能接納 有的時候小孩子 因為壓力大 不小心對你說到個小謊 或者是故意說得好 那你就想想過去我們在做孩子 我們做年輕人說 我們有沒有對我們的父母 或對我的哥哥姐姐 長妹們說過小謊 甚至是大謊 所以接納很重要 接納 等一下後面有會談 接納並不是縱容罪的發生 不是縱容不合理的事情持續 而是帶著一種比較寬大的態度 接納別人的錯或別人跟我們的不同 有的時候接納並不是對於錯的問題 不是對於錯的問題 你說慣用右手的人一定對 還是慣用左手的人一定對 沒有對錯 好 但是問題來了 當我們一桌十個人 坐在圓的桌子上吃飯的時候 如果你在隔壁四個左手的人 你龍蝦會少夾兩塊 因為你手一伸 他也伸的時候 兩個腸的筷子就要拿槍 就伸回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 他也對不起對不起 人家在你們兩個講對不起 還在客氣的時候 人家你夾了三塊龍蝦 我說你們對不起玩的時候 龍蝦啊 沒有了 所以呢 你說不是對錯的問題 因為這是不同的問題 你能不能接納 你隔壁坐了一個慣用左手的人 如果你不接納的話 下次我就不能跟你們吃飯 因為我就是慣用左手的人 哈哈哈哈 為什麼提這個 因為我自己從小就有很深刻的感受 每次我們在一起吃飯 如果是坐圓桌的時候 或者你隔壁人坐得很擠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跟人家打架 這個這個 尤其是小孩子的時候 你還伸手出去 就容易跟人家打架 那麼 可是我也從來沒有覺得說 這個我用左手是什麼不對 雖然小時候 媽媽把我那個左手的 那個鞋子改到右手來 剛改的時候 你知道是一個非常糾結的時刻 我還記得很清楚 因為小時候呢 我拿蠟餅畫畫 是用左手畫畫畫畫 那媽媽說 右手 右手畫畫畫 然後呢 你只要用右手 我就給你吃餅乾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時候呢 就放一包餅乾的旁邊 右手畫畫 左手拿餅乾 然後畫畫吃一口 畫畫吃一口 結果你知道 因為左手右手換過來 有點錯亂了 所以畫畫 不是畫不好 畫不好還沒事 畫畫畫畫畫畫 竟然把右手餅乾拿起來 放嘴巴裡 因為我以為我左手在畫畫 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畫畫我主要的事情 吃餅乾是吃藥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主要吃藥搞混 畫畫畫 突然把蠟餅放到嘴巴裡 咬開 怎麼是蠟餅 呸呸呸呸呸呸呸 我姊姊右手 像我把我媽給她 我姊姊 那些改成 那些什麼事情 改過來有改過來的壞處 現在的現實學家調查 如果是左手一定改右手的話 可能有學習困難 可能會有口氣 可能會有邪視 嘴外眼睫的問題 這些眼睫不協調 因為就是強迫她做 她不習慣的事情 那麼在西方的社會 比較尊重個人的自由發展 所以在這邊 左肩是很多 那在我們東方的社會 就是左手就是不對 就是出去會給人家笑 沒有家教 沒有交好 才會用左手 所以大家一定要弄到右手 每個人都要弄到一樣的地方 那麼好處當然就是 你不要跟別人打架 龍蝦可以多吃一塊 壞處就是 你可能個人發展受到限制 從小就有這些陰影存在 接納非常的重要 就像左手右手 不是對錯 她與生居然就這樣 接納不是對與錯 有的時候我生下的孩子 他就不是那麼完整 不是那麼聰明 不是那麼健康 好那麼你能不能接納 接納可以使整個家庭和樂 對教會來說 接納非常的重要 你能不能接納 我們中間有一個意見 非常多單的 不成熟的姐妹 能不能接納 你能不能接納 我們中間有人做事 猶豫不決 尤其是他是做領導的時候 猶豫不決給我們帶來的困擾 跟帶來的一些傷害 或者矛盾 你能不能接納 你能不能接納 教會裡面有一些 就是不是很屬靈的人 常常靠著血氣說話 或者甚至攻擊別人的人 你能不能接納 教會裡面有一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喜歡批評 嘴巴就是沒辦法吐出象牙來 你能不能接納 你能不能接納 這個教會各種各樣跟你不同的人 就算是他做的對或錯 有的時候不是對錯的問題 就像你能不能接納 教會裡面有人用左手 有人用右手 有人說話說得多 有人說話說得少 有人很聰明 有的人不聰明 我不說愚笨 有的人不聰明 有的人很屬靈 有的人很不屬靈 有的人常常愛關心別人 有的人常常需要別人 需要關心他 一不關心他就吵著什麼 要離開教會啊 又說教會不好啊 又怎麼樣的 有沒有人就是 這個只是少吃一個芝麻 就要把教會翻過來 都有 那麼我們在這個中間 我們怎麼樣彼此相愛 和睦同居 接納的這個很重要 教會能不能合一 不是大家是不是都很乖 教會能不能合一的關鍵是 在大家能不能有一個 接納的心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 不是跟我們一樣健康的人 跟我們在一起 是你接納他 有人要侍奉他 有人要幫助他 剛強們要侍奉軟弱的 那麼軟弱的要這個 像剛強的學習 像這樣的地方 接納的非常重要 甚至一個國家要強盛 你必須要接納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文化 也要接納彼此 我在講 加拿大是一個人間天堂 不但是氣候 文革化氣候那麼好 而且加拿大是一個國家強盛 彼此接納的 你看我們這裡有沒有印度人 有沒有很多的中國人 有沒有白人 有沒有黑人 在這裡你覺得大家相處還可以嗎 有沒有中國人嫁給白人的 有沒有 很多 有沒有中國人嫁給黑人的 有沒有 有沒有 也有 我們教會就有 況且我們更不要用膚色 來分人的種族跟長相 對不對 加拿大其實是一個 非常溫和的民族融入 各個地方移民來的人 跟本地的人都能夠住得很好 你再想想看 如果回到我們中國的社會 我們把這個角色編倒過來 我們中國需要很多的新移民 然後新移民都是帶著錢來的 都逼我們住在本地 有更多的儲蓄跟資產 一落地就買大車 就開一個該大房買大車 然後不打懂我們這裡的交通規則 不打懂我們這裡的生活 秩序 常常來以後 就讓我們這邊有很多的 不同的習慣在街上 然後這些地方都跑出來 在餐廳裡面大聲講話 跟我們這裡可以安靜的去 講話的不大一樣 我不認為我們如果是這種情況 我們比現在的加拿大人 對於現在的我們 或現在的新移民 有更多的容忍 本地的加拿大人住的比較久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對於新移民 這個方向跟這個現象的包容度 都是滿大的 你很少看見一個白人在路上 指著你說中國人滾出去 這種沒有碰到 在主流社會裡面 也沒有這種聲音 多多少少會覺得 新移民給我們帶來一些不方便 或者社會的衝突 但總的來說 大家都很相認同事 而且各個種族融合得非常的好 國家強盛 接納非常的重 今天不是只有加拿大的政府 移民局說 我現在開放移民 每年35萬的配合 然後人民就得買單 可是事實上你看見 如果是國家政府的政策 那這個國家能夠和睦同居強盛 就是大家人民要有這個接納的指揮 所以接納非常的重要 什麼是接納呢 什麼是接納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接納彼此相依的生命 好 我們先來看 接納彼此相依的生命 這個生命呢 在我們中間講到人 我們接納不同的人 那麼人呢是神的創造 使徒行傳十七章二十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說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 和所住的將界 神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 最先造的是亞當跟夏娃 雖然現在有很多的生物學家 這個過去有很多生物學家 都恥笑說你還 你現在是二十一世紀太空時代了 後現代主義時代了 你怎麼可能還會相信 上帝創造了亞當跟夏娃呢 還用這種言論來恥笑我們基督徒 或來恥笑接受相信聖經的人 但是你卻沒有想到 科學界呢 在最近的十年發生了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們研究人的DNA 研究人的遺傳基因 就發覺人類的始祖 這個地人的這個人類的這個來源說呢 已經打破了世界各地的祖先 比如說從我們中國人說 中國人的祖先可能是 北平房山縣周口店的北京人 說非洲的祖先可能是東非猿人 歐洲的祖先可能是 這個什麼克里馬龍人 或者是這個洞穴人 然後南美洲南美洲祖先 好現在的研究已經發覺 因為我們身上帶來的基因 都從我們的父母來 我們父母的基因是從他們的父母來 所以呢 每一個人去追溯你祖先的基因的時候呢 可以發覺你祖先有的基因 你一定有 用這種科學的方式 是非常的科學方式去追本作為 發現如果是這樣的話 全世界的人類有一個共同的父親 全世界的人類 而且用這種方法去從母系 因為我們這個人怎麼去找他染色體呢 爸爸的染色體是Y 媽媽的染色體是X 我們如果是一個男孩的話就是XY 那麼女生就是XX 那麼找所有的男生 從男生的身上去找Y染色體 找到最頭的時候發覺 全世界有一個Y的始祖 然後找女生的XX呢 發覺全世界有一個女性的始祖 也就是說不管你相不相信那個始祖呢 是亞當或者是夏娃 但是呢 現在的科學 異常學已經能夠證明了全世界的人類呢 最早是從一個爸爸跟一個媽媽來 不管你認不認識達爾文 相不相信他的進化論 或者你認不認為聖經上說的亞當夏娃的創造論 但是這個科學已經說明了全世界的父母統一 就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 這個是現在科學的認證 就是在十年之內 甚至呢 你現在只要花一百多塊錢 你可以知道你的前十代或前十五代的祖先是誰 你的家族裡面有沒有歐洲的血統 有沒有蒙古族血統 有沒有非洲的血統 你可以知道 很簡單 你只要錢 兩百塊錢交出去以後呢 他就寄一個KING給你 一個小小的瓶子 然後裡面有個像那個木棍 像那冰棒棍一樣的 叫你在嘴巴裡面刮一刮 然後泡掉了一個藥水 把它關起來 然後就寄回去給他 然後差不多幾個禮拜之後 他就會把result 就是分析結果寄給你說 你的祖先曾經 你的上三代曾經在福建地帶住過 在北京住過 甚至呢在十代以前在蒙古住過 然後另外一邊可能有這個非洲血統 或者歐洲血統 或者曾經在美洲住過都有可能 也許你的前幾代是混血的人 你不知道 但是都可以查得出來 但我們一般亞洲人插一插去 應該你的祖先都是住在亞洲的 可能河南 可能新疆 可能東北或什麼地方 都可以查出來的 所以神是從一本造出的萬族 姑且不要說我們相義 從相似度來說的話 嚴格上來說 我們根本就是兄弟姐妹 不但是屋子裡面坐的人 我們兄弟姐妹 那外頭各種長的各種樣子的人 高矮胖瘦 紅的黑的白的黃的 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這個已經超過你想像了 現在有時候 哎呦對我們教會弟兄姐妹 我很愛他們 出了教會以後 那些不信主的我看了就討厭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教會裡的人跟你有血緣關係 教會裡的人 教會外面的人 跟你也有血緣關係 只不過是跟我們長得比較像的人 跟我們血緣比較近 長得不像的人血緣比較遠 其實都很近 都是由一個父母來的 只不過生下來各種基因的變化 各種個體的改變 這個基因的突變以後 造成各種不同樣的後代 但是我們都是一個家庭的人 這個global 這個地球就是一個big family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共有一位最早的爸爸跟媽媽 還不要說我們要不要接納彼此 就算是相依我們都要接納 還有跟我們還是同一個家庭的人 所以神的創造本來就是要我們 把我們造成不一樣的後代 要我們身在祂所創造的這個世界當中 接納彼此的不同 有人說接納這件事情呢 是我們內心的反射 你的內心有沒有安全感 你對於自己有沒有安全的形象 會反映出你能不能容易接納別人 越不容易接納別人的人呢 表示你心中的不安越強烈 對自己沒自信 你對自己越有自信的時候 你接納別人的程度就強了 你對自己沒有自信的時候呢 你就是不容易接納別人 很挑剔 很不容易看不起別人 或者討厭 或者無法跟別人相處等等 但是接納是什麼 我覺得有幾方面談 第一個我們要接納在地位 跟各方面高低跟我們不相同的人 你能不能接納那個身份地位 跟你不一樣的人 就算在同一個教會裡面 有沒有書讀的很高的人 有沒有書讀的一般般的人 有沒有 有的人在教會裡面 他可能沒有說特別的高調大談 可能他有兩三個博士學位 對不對 有時候教會裡面突然發現 他是個博士耶 我還拿了不止一個博士學位 還有人拿了三個壽士學位 對不對 有的人就喜歡把這個拿出來 有的人說你打電話給我 如果他是你客戶 他跟你講明話 你打電話給我 一定要叫我Doctor 要不然我不接電話 他的這個住旅館買飛機票 你一定要把我放是Doctor something Doctor someone 你不能給我寫Mr. 或剩Mrs. 或MISS 這樣的話 我不跟你做生意 I Am a doctor 他一定要這樣講 你接不接納在教會裡面 有跟你身分高低低位 那一樣的人 知識會裡面 是不是都有 博士學位 知識會裡面 是不是都年薪十萬 知識會裡面 是不是都開Mercedis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记得上次 在纽约 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在我们中间讲道 他就分享 他有个同学 就住在Hildred 卡加利 加加利 他到卡加利去讲道 特别跟这个同学 就一起吃饭 那么在卡加利 有一个非常大的华人教会 他的同学 却不在那个华人教会当中 卡加利是一个基督徒 也是一个生命 很好的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他反而去了一个 比较小的老外教会 那么这个牧师就问他同学 说奇怪了 按照我的想法 你应该在大的 这个华人教会 应该更有发展 更能够侍奉神 为什么你反而到了一个 比较小的白人教会去呢 他说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个比较小的白人教会 大家彼此相爱 而且大家和睦同居 怎么说呢 这个一般的教会里面呢 进了执事会呢 都是差不多样子的 比如说在社会上 有工作很好啦 有很好的学位啦 然后呢 有很好的这个收入啦 然后工作怎么样子啦 可是我到这个白人教会 我一进去之后呢 我就发觉 这个教会里面的执事会 长老 有的长老是 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但是有一个长老呢 却是帮人家做打工的 做一般的努力的工作的 他说 这个教会里面 如果可以容许 各种社会不同阶层的人 在同一个岗位上 来侍奉神的手 我就觉得这个教会 是有神的爱 所以他就决定 留在那个教会里面 因为那个教会 侍奉同工 也有社会上 各种不同阶层的 所以 接纳不同社会地位的人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能不能彰显我们神的爱 非常重要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能够真正实现 我们在人类 我们在世界上说的真平等 一个教会里面 可以同时有一个老板 跟他的员工 在那里做一半 在公司里碰到老板的时候 可能都要经过层层关卡 对老板要毕恭毕敬 可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可以拼起拼做 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那个被拯救的 被赦免的罪人 所以在教会里面 本来我们就可以打破 这种在社会上的不平等 我们阶级之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然后呢 你是不是能接纳 学士跟财富不同的人 你是不是能够接纳 健康跟疾病不同的人 好 刚才我们说 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 今天你生了两个孩子 举例啊 一个孩子 生下来就智商一百半 聪明绝对 另外一个孩子 智商不到一百 非常的不聪明 而且身体有残障 那么没办法做一半人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人奇怪啊 你对于那个看起来 明显比你软弱很多的人 你的心中就会发出什么 发出怜悯 发出怜悯 你看到那个推轮椅过来的人 每一个人看到都赶快让开 要把门打开 他要信机手机 刚才把门打开 让他进去 还问他说要不要帮忙 然后要不要把他扶起来 要不要把他放下去 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做 我们都会这样做 可是看到一个 趾高气啊 非常高傲的 喂 你 我就说你 你过来帮忙 你看到这种人 你这么凶 我怎么帮你啊 这么凶 我根本理都不想理你 如果你把那个 明显能够看出来 他有残疾的人 就当作他是个病的人 他是个软弱的人 因此你会伸手帮助他 那么那个走在路上 直高气昂 对你大呼小叫的人 如果他那个样子 也是一个残疾 也是一个心理的病态的时候 你能不能接纳而帮助他 好 我们对于那个 看起来明显 就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对他会伸出怜悯的心 可是我们对于那个 看起来好像不是 那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对他没有怜悯之心 我们会原谅 会赦免 会会连续 会爱你那些 比我们软弱的人 可是我们常常 不会连续 怜悯 那些看起来 不是那样的人 或者是我们的竞争者 那种人 我们对他们没有mercy 对他没有恩惠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那个两个孩子 有一个很软弱的人 你从小就会多爱他 从小就会给他多关怀 可是对于一个很聪明的 你可能整天都要骂他 为什么你今天也给我考99 为什么你今天没有拿到A plus 为什么你今天在学校的时候呢 没有拿到校长奖 为什么你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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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弄好 就是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标准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如果这两个孩子 都是你的孩子的时候 一段时间 那个聪明的孩子 就会觉得 他就会埋怨自己说 为什么我不像弟弟 为什么我不像妹妹 我生起来软弱一点 我不是过得很舒服 妈妈看我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样子 就不会直接拿个有色的眼镜 看我 你一定要好 你一定要好 只有要求没有爱 只有要求没有接纳 只有要求没有这种 所谓的舒服的这个时候 所以我要讲 你接纳健康跟疾病 你接不接纳跟我不同的人 你接纳那个比我们软弱的人 你也要接纳 好像比我们看起来刚强 其实他也软弱的人 你接不接纳不同环境背景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嘲笑 别人跟我们不同 比如这人讲话有个特别的强调 这个人长的样子 特别胖 这个人特别瘦 这个人特别高 这个人特别矮 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讲 很多东西我们都喜欢 来大家 弄小圈圈 翻门别的 我们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 我们不要跟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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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市来的人在一起 我们不要跟从那个省来的人在一起 我们不要跟从那个省来的人在一起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就是不接纳的态度 甚至环境跟背景都能够成为我们 不接纳的理由 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在教会里面讲 我说 第一个 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 就把黑白话 说 哎呀姐妹们都会这样 哎呀弟兄们都会这样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论述 不是很好的论述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男跟女 也不是男对女对 或男错女错 不是这个 然后呢 在教会里面 也避免讲到 哎呀这些台湾来的 哎呀这些大陆来的 再怎么说 我们跟别人比 我们还是文化最相近的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这个中国人 我们都是华人 都是文化最相近的人 尤其现在教会里面 我们各个地方来的人都有 这群台湾人说 哎呀那些大陆人 这群大陆人说 那些那些台湾人 教会不容易合一 我们要更多的接纳 甚至我们的环境的背景都不相同 在我们读堂 我们过去有两个不同的团契 一个叫恩惠团契 一个叫淡义团契 那个时候 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 在80 90年代 因为很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 都是一般的家里的背景呢 就比较属于来这里读书的 所以呢 在教会里面 那时候很多他们来这里读书 留学生都是知识分子 可是呢 环境不是很优渥 所以教会就开了一个团契 让他们礼拜天的时候可以来教会 然后而且每次聚会都请他们吃饭 然后呢周间还有 有牧师传道或弟兄姐妹 带他们去买菜 因为很多人来这边读书 没有车子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大义里团契 专门是帮助跟款待国内的留学生 那时候是这样 然后呢教会有恩惠团契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呢 从台湾香港 东南亚移民来人多 所以大部分的那个在那个团契里头 都是从台湾来的叫恩惠团契 那这两个团契呢 经过时过境迁到了那个2000年以后呢 哎 台湾的移民减少 中国的移民增加了 那中国的移民开始改变 有企业家移民 有投资移民 各种不同的情况 那么也改革开放之后呢 这个经济条件也改变了 所以呢 现在在教会里面存在两个团契 这个叫恩惠团契 这个叫代理团契 恩惠团契都是台湾来的比较多 代理团契就是中国来的比较多 然后新来的朋友到教会来以后说 哎 这个恩惠团契是干啥的呀 这个代理团契是什么人去的呀 我们就说 恩惠团契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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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来的 代理团契就是中国来的 那么发觉我们就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不大适合 现在教会的状态 应该做点调整 所以因此我们就有一个 很勇敢的决定就是说 我们要把恩惠团契跟代理团契 两个团契合并 叫一个新的团契 因此我们就成了一个新的团契 叫做爱家团契 我爱我的家 就爱家团契 哎 你说这个主意好不好 好啊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的这个时间的关系 不同的时空之下 所以有那个存在的功能必要性 那现在因为时空不同了 隔在一起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了 你只要到教会来 哎 你是家庭的 你是年轻夫妇的 哇 你是这个已经读书做事的 哎 你就可以进到这个叫做爱家团契 我谁都可以去 对不对 好啦 爱家团契成立了好不好 非常好 那是不是从此公主和王子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呢 不是啊 没有先知的口啊 果然就不大事 好 到了爱王契约变得很大 哇 随便聚会有可能上百人 所以呢 就变成我们要分组 才能够大家彼此能够认识 彼此有个好的关系 好 一分组以后呢 怎么样 那台湾这些姐妹就喜欢跟谁在一起啊 台湾这些姐妹就喜欢跟谁在一起啊 啊 北京的北京 散黑的散黑 散洪的散洪 啊 十川的十川 哎 哎 然后呢 一聚会的时候 哎呀我告诉你一下 还好我们这些台湾人在一个小组里看 你看那些中国来的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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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啊 好就中国来了你看 哎呀还好我们这在一起 你看那些台湾那 国语都讲不清楚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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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因為你好像是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大框框 把大家弄在一起 能夠彼此相來 結果到這個小圈子裡面還是有問題 大家沒有彼此間 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們分享 我說現在你們所有地方來的人全部要打賽 你們這幾個做同工的、做領導的、做主席的 要刻意的安排 這裡面就幾個是中國來的 幾個台灣來的 幾個東南亞來的 那幾個香港的全部要混在一起 然後所有台灣的弟兄姐妹叫來訓話 以後不管談論任何的事情 不要再說他們大陸人 他們中國人 我說這些全都是你弟兄姐妹 你的嘴巴要變 嘴巴要更新 腦袋要重新來過 不要開口閉口再講 那些大陸來的 那些中國來的 我說基本上來說 因為中國弟兄姐妹來的時間比較晚 來的時間比較晚 就是最近這幾年 十幾二十年 所以看待我們早先來的 從東南亞、從台灣、新加坡、香港來的都比較寬大 從來嘴巴上不會說 那些台灣來的、那些新加坡來的、那些香港來的 從來嘴巴上聽不到這個 所以因此大家都要調整 加一命 那個弟弟最受媽媽疼愛的 哥哥姐姐不能合起來欺負弟弟 那個老三 那個約瑟有沒有 約瑟就是爸媽最喜歡的 結果被害了有沒有 那個約瑟 大家要把這個心打開 從你的嘴巴就要更新 所以我跟那幾個特別喜歡 老師把中國大陸掛在嘴上 我說從現在開始 你如果不敢 你就是禍害 你就是禍手 教會分裂就從你開始 不要再給我開口講大陸人 開口講中國人 不可以 彼此接納 你越喜歡講 表示你對自己越沒自信 你越喜歡講 你的心裡面不健康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接納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身份地位 不同的財富 甚至接納看起來健康 看起來不健康 這些人 耶穌說我來了 是要叫陽得生命 叫人得生命 變得更更更深 那麼健康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耶穌來就是要醫治我們這些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病 可是我們卻不盡 他那個看起來 比我們病更重的 或者我們病重 卻不盡他那個看起來 比我們好一點的人 我在這個病房 不接納隔壁病房的人 這個沒有道理 因為我們都是有病的人 我們都是有問題的人 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怎麼可以不接納 好 在教會裡面還有 環境背景之外 因為再前再後 那個感覺上比較屬靈的人 不接納感覺上比較不屬靈的人 在教會的老信徒 不大接納新來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們邀請那個姐妹來 跟我們做個什麼事情 不行不行 他剛剛來還沒有信主多久了 他什麼事情都搞不清楚了 當然有些工作的確我們是希望他來教會 信主一段時間之後 學習以後再參與一些事奉是對的 但是不能夠動不動 就覺得我比人家高一點 我比人家高一個等級 我比人家好 我比人家有愛心 我比人家怎麼怎麼怎麼 很多時候尚且不知道 有的弟兄姐妹在教會 信主一年 他每天讀聖經 每天禱告 每天追求 沒想到一年之後 你感覺他的光景比我們那信主 十幾二十幾年來還要好 有沒有這個情況 有 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師出來講道 分享他的生命見證 我2005年在教會裡面信著主 而2018年我就持續的工作 我到神學院 2012年我就來做了牧師 今天是2014年11月18 一聽他信主的時候 我已經在教會裡面教主人學了 我已經在教會裡面 當團企的會長了 但今天我坐在這邊聽他講道 我還是覺得非常受感動 他是怎麼做成的 好 在前的反到在後 在後的反到在前 在神的面前追求 也是如溺水行舟 不盡者吹 對 你整天在教會裡面 每天就是 我早上有靈修 我感謝神 我打開聖經 欸主我感謝 你看我不像那些弟兄姐妹 都不靈修 你看我也靈修 我每天讀一節聖經就夠了 然後再打禱告 欸不錯我今天有交代了 主我有打卡喔 我今天有給你見面喔 對不對 可是人家早上起來 要花一小時讀聖經 要花一小時禱告 你怎麼跟人家比啊 對不對 當然我不是拿這個來做說 誰靈修時間成就怎麼樣的 不是這個 完全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關係的問題 所以在前的反到在後 在後的反到在前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拉著你隔壁的人 一起來追求 不應該看不起他 用這個來分門別內 另外 我們容易接納跟我們不大相同的人 可是我們不容易接納 那個看起來比我們惡的人 在教會裡面 我們比較不容易接納 那個看起來比我們軟弱的人 哎呀又來了 又給我哭哭啼啼的 又來了又在那抱怨 又來了又在說殘言 又來了又在說謊話 又來說基督紛爭的話 我們不容易接納那個比我們忠若的弱的人 我們不容易接納壞的人 壞人怕一種人 壞人怕比他更壞的人 哈哈哈 所以為了你要讓他怕你 你有時候變得比他更壞 對不對 因為你狠嘛 我比你更狠 因為你壞 我比你更壞 不行 我們不容易接納壞人 所以呢 所以我們從做孩子的時候 我們就很喜歡有一件 有個問題問我們的父母 問我們的長輩 去看電影或看電視坐下來的時候 誰是好人 媽媽誰是好人 媽媽誰是壞人 如果在這個電視這個電影裡頭 一下就指出來他是壞人 他是好人的話 這個電影不大精彩 最精彩的就是像我們那個香港 什麼叫無間道這種 好人也是很壞 壞人也是很好 好 警察跟強盜 出來說去強盜也 搞不好比警察好 警察搞不好比強盜壞 可是他們在 他是做好事的外表 他是做壞事的外表 他是做好事的代表 他做壞事代表 但是他做壞人做好事 好人做壞事 如果一叫你說他是好人 他就會 這個就好看了 他就能夠配你的票房 他就會讓你拿錢出去看電影 事實上我要告訴你 人世間就是這樣 沒有 pure的好人 也沒有純淨的壞人 沒有 壞人從哪裡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壞人從哪裡來 今天我不要看外面的人 先看妳自己 我們都是罪人 對 我們都是罪人 這個是我們 因為信主一段時間 你有成熟的生命 經過聖經教導 你知道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每一個都罪人 我們都帶著原罪 都從祖先就牽連過來 我們就有原罪 本來就是壞人 但是妳想想看我們自己 比如說我是一個容易發脾氣的人 為什麽容易發脾氣呢 妳就想想 小時候我看見我的爸爸 或者我媽媽 就是容易發脾氣的人 在那裏 我只要兩句話跟他不對口以後 啪啪阿朗就來了 所以現在呢 我就覺得 我跟我的孩子不對口的時候呢 我一生起來 我也很想去啪啪 我也很想去啪啪 然後呢 從小我被我父母 非常嚴格的管教 功課不好 馬上就要打屁 我就抽成條的 現在我結婚之後 我發誓 我要好好愛我的孩子 過去我父母對我那種 比較嚴格的 斯巴達的教育 我不要給我的孩子的發聲 但是很多時候 當我罵了教訓的孩子 我冷下來說 唉唷 我不是我父母又上身了嗎 我不又也那個樣子嗎 我是發誓我要做好媽媽 我要做個愛的媽媽 結果沒想到 我除了沒有拿鞭子抽打以外 其他樣子好像就是我媽 我爸又上身了 然後妳如果為了這個事情 妳先到神面前去禱告 說主啊 我怎麽能做這個事 主啊求妳給我愛 主啊求妳幫助我 主啊求妳醫治改變我 我要告訴妳 壞人有他壞人的原因跟理由 因為他有壞人的悲觀 如果你從來沒有被別人虐待過 你就不知道為什麽 你會虐待別人 如果妳從小是在一個比較苛擇的環境裡面長大的 妳就明白為什麽我比較不會讚美關心別人 因為如果在我的家庭裡面 妳關心別人是懦弱的表現 妳關心別人是不正常的表現 會被恥笑的表現 妳就會習慣不去關心 不去伸手向別人做這個連愛的行動 那麽有很多的壞人 妳說在加拿大有沒有壞人 有 有很多壞人 比如說會虐待別人的 甚至性侵別人的 甚至性侵孩子的 這些我們都覺得令人髮指的 不能夠接受的一種可惡的行為 但是妳把這個人拿出來看 妳看看他的過去 其實有很多的壞人 他從小是非常可憐的 他從小可能就是被他的父母 或被他的孰子輩 被他的長輩在性上傷害他的人 或者虐待他的人 或者是對他施以一些不正常的行為的人 因此他就是成長帶著一個不健康 或者有矛盾的心 因此在他的環境裡面 他就會成為一個新的傷害 一個新的破口出來 當妳看見在妳周圍的壞人 或者妳看見妳自己 為什麽我會做壞事 為什麽我會犯錯 為什麽我會這麽樣的不好 原來我有一個造成我不好的過去跟原因 好 那麽妳自己能夠看見 很少人喔 很少人喔 妳要話說為什麽妳脾氣不好 妳就要想想看為什麽 很少人想這個問題 反正我要發我就發 反正我不高興我就要死出來 很少人去想說 為什麽別人都不生氣我會生氣 對不對 同樣開會喔 同樣開會喔 大家表達不同意見 有人就會拍桌子 說妳們幾個為什麽老師講不聽 為什麽老師跟我作對 有的人就還好嘛 大家表達不同意見 有的人馬上就會跳起來 為什麽 很少人去想想 為什麽我跟別人不一樣 為什麽我會生氣 為什麽我會覺得受傷 為什麽我會覺得他講話我不舒服 好 妳去研究一下 妳去仔細想一想 原來我過去的環境 原來我成長的輩子 原來我在學校的時候 原來我第一次談戀愛的時候 如果妳是那個有心去尋找過去的 而且妳找出來可能的答案的時候 欸 感謝主 恭喜妳 妳有可能在這個時候 趕快請神來幫助我 在那個傷口上幫我醫治 調整跟調轉我的腳 因為如果你過去的傷口 能夠被神給摸平的時候 妳這個傷以後就不會再出來 妳就不會成為一個土苦水的破口 妳就不會在哪裡過去的傷害去傷別人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智慧 跟這種看見 所以有很多時候妳可能碰到壞人 第一個時間妳先不要以 他該受到的刑罰刑罰他 妳要帶著比較接納的態度 有很多的牧師傳道人 他們甚至到監獄裡面 傳福音給那個死刑犯 如果不是這樣帶著有神之 有特別大愛 他怎麽能夠傳福音給死刑犯 這個人殺人無數 妳還要求他信耶穌 妳可能懷疑他身上有沒有良知 他是不是個人 但是妳也要知道 我就講了 每一個人生來他好壞 有的時候不見得完全由得他做主 他有一個他變快不登國 這就是爲什麽我們在地上 不管是哪個法官審判 哪個法院開庭 我們到天上都還有一個白色大寶座 因為有很多隱而未見的事 有很多過去看不見不知道的事實 到那個白色大寶座的時候 神才能夠叫一切的事情還原 神才用那個全知全能的心來審判 來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妳的生命的果效是什麼 我們很多人都有所謂的連幼之心 我們看到小孩子 哎呦好可愛好可愛好可愛 小孩說一句不高不恭敬不禮貌的話 妳都會說哎呦沒事沒事 同言同語同言無敬 同樣在這個小孩子妳說出來的話 如果是一個大人是妳的敵人 是妳的競爭人說出來的話 哇馬上變成妳攻擊的目標 馬上變成妳攻擊的理由 好我們既然能夠 戀愛那個幼小的人 為什麽不能戀愛我們周圍其他的人呢 我們能夠有疼殘之情 看到那個殘障的人來 我們就對他戀愛 難道我們對著四肢健全 可是心裏面殘疾的人 卻不能夠產生戀愛之情嗎 我們對於那些身不由己 而產生今天不正當行為的壞人 我們難道不能採取接納態度嗎 難道我們不能像神一樣 有個大愛的心嗎 我常常碰到一些教會裡面 最多人問的問題 比如說姐妹們喜歡問一個問題 我如何能夠禱告叫神 為我預備合適的另一半 好弟兄也來問 我們如何能夠禱告求神為我合適另一半 主啊我交給你 只有你知道我適合神 你知道我喜歡那個對我溫柔的 你知道我喜歡那個對我能夠包容的 你知道對我能夠犧牲的 主啊你就預備他出現吧 我們就講禱告吧 一年以後出現沒有 兩年以後出現沒有 沒有 五年以後出現沒有 沒有 十年以後出現沒有 沒有 很多都沒有出現 然後把禱告再弄得更豐富更華麗一點 哎呀主啊我知道啊 你要我們先求你的國和你的義啊 而且這些好處都要加給我們了 又禱告十年還是沒消息 又老了 我後來呢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常常跟我教會的年輕人他們談 所謂這個婚姻男女之間的這個講題 我就告訴那些常常喜歡做禱告 找另一半的人 我說第一 神給你這一生的目標 不是單單為了尋找另外跟你一起過日子的人 也許神就讓你要一個人過一輩子 也許神讓你一個人專心的更加 專心的侍奉教會 所以你不要來教會出路 都把眼睛就掀開異性 哎呀這是不是我要的 這是不是誰要給我的 你這個來做事也不專心 然後就是什麼事情都就是 不是很定 你就好好侍奉來教會 又要合適自己會來 而且我說 什麼人才會是適合你的另一半 關鍵不是在他怎樣 是你自己 關鍵是你自己 如果你能夠接受 紅色黃色綠色的時候 當紅色黃色綠色來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可以接受 紅橙黃綠藍電紫的時候 當這種西個顏色出現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跟他們在一起 如果你能夠接受的寬廣度更寬的時候 你所得到的就是更 現代人的社會 大家都對 從小都是被要求 你功課要好 你要長得漂亮 你的身材要好 你的三圍要多少 你的血位要拿多少 你的臉收入要多少 然後就用這個方式 他就會套在別人身上 我的另外一半三圍要多少 我的另一半身高要多少 我的另一半身高要多少 我的另一半收入要多少 我另外一半臉上的字不能超過十個 十個很多 他已經老了吧 方寬條件 本來是三個 好啦你想嘛 他再找一百年可能也找不到 要找有忍耐的 有愛煮的 還會愛我的 晚上我累還會給我按摩的 還會煮飯的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的 還會常常跟我道歉的 我跟妳講 那要走 找不到 機器人 其實妳能夠有多大的接納的寬廣度 完全看妳心中的愛有多少 我跟他們開玩笑 我問他們一個問題 凡是這種很苛刻的條件 想要找對象又找不到 何況自己條件真的不怎麼樣 臉上有二十五個字要找 臉上十個字以內 常常發脾氣要找那個對象 像溫柔的小綿羊那種 我說妳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把耶穌這個角色拿出來 耶穌可以跟哪些人在一起 我說耶穌能不能跟有錢在一起 可以啊 耶穌能不能跟那些乞丐 沒有社會地位的人 可以啊 耶穌能不能跟那些高貴漂亮美麗的名字在一起 可以啊 耶穌可以跟那些做祭女人 看不中的撇下的那些人 可以啊 我說很簡單 今天妳要成立一個家庭 是妳要把妳的愛 能夠跟另外一個人建造在一起 來成為一個神美好的見證 一個家庭 而不是妳要用個海綿 我要吸一個全世界最好的對象過來 然後在一起以後我才吸吸吸 我要她的溫柔 我要她的包容 我要她的愛 我要她的廚藝 我要她的臉上只有十個字的條件 那我說妳這樣找到 當妳活得更像耶穌的時候 那個生命感覺上妳以前不會要的 妳就會要了 耶穌這樣的一個人 可以做任何人的好朋友 跟任何人的配偶 妳說對不對 對 當妳如果妳的愛有像耶穌那樣寬廣 當然是不可能的時候 甚至妳可以做任何人的另外一半 我就對不對 所以問題不是在妳好的另外一半在哪裡 問題是在妳能夠付出的愛有多少 所以我常常跟這些年輕人講 我說問題不在別人是在哪 妳今天一定要那樣 那沒有 就算找到了 我跟妳講在一起 有可能是散離 對 她發現她要的不是妳這種的 妳發現妳要的還差那一 翻有十一個字 離婚了 對不對 所以問題不在這 問題接納妳要有一個愛的心 有一個寬廣的態度 只要她談這條件的 我就給她笑一笑妳再禱告吧 因為妳還沒有Ready要成為一個愛別人的人 再加上今天都是在網路都是靠電腦 人的溝通更加的困難更加的少 沒有訓練 不容易 接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 是一個愛的寬廣的行動 雅各書二章十三節 聖經上說什麼呢 說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化身 這裡很重要喔 我們會覺得接納 是因為劉弟兄妳今天講接納 我們才明白 我們應該要接納 對 我們很想要接納 我也覺得接納有道理 不 不是這樣 接納是一個命令 是必須有的憐憫行動 是必須的 我們北方的話叫必須的 所以我跟他們講 我說不但在教會裡面 從各種不同地方來的人合一 大家還要講講彼此不同的話 有時候我們跟北方來的 聖經教他們的話 就說這個地區會講到 我們東北話 好像大家很親密 我說本來就很親密 你到現在才發現 對不對 接納是必須的 是必須的 是神的命令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進了審判台前的時候 剛才我前面的話 不是白講 進了審判台前的時候呢 這審判耶穌先問你 弟兄啊姐妹啊 你在地上住哪個城市啊 溫哥華 好溫哥華 來那個彼得彼得 溫哥華的標準拿過來 溫哥華都是給一萬兩的 對啊 地上給的多嘛 要就要的多啊 一萬兩的 好請問你有沒有 一萬個人信主 沒有 插 請問你有沒有 在教會裡面 愛一萬個人以上 沒有還得罪五千個人 插插 哇 到最後一看 哎喲 早知道我不要祝文哥華 不快 好 祝文哥華的時候 有沒有怨天怨地 怨天怨地怨天氣 怨什麼的 有 插插 完了 對 在教會裡面 傳福音傳幾個人 Sorry 那麼好的教會 還沒有人跟你信主 插插 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塵塵布兩個團氣 哦 Sorry 姐妹團氣 最好團氣 在裡面表現不還蠻遠 叉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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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他也是神的憐憫 對 所以呀 你看 我們在地上 神給我們最好的環境 你都不憐憫人 都不能夠失禮的愛手的時候 怎麼 怎麼行呢 對不對 怎麼行呢 好 就像我剛剛開了玩笑 你要找一個 一生在尋找一個 根本不會存在的愛人 你一生尋找一個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團氣 跟存在的教會 結果發覺是你的問題 嗯 就這問題 我要求這個團氣 壞人跟臉上的字 不能超過十個 好 那你 本來都是好的 你看就是你在屬壞人 屬壞人 半天給你自己算上去 十一個壞人 對吧 那問題是 這怎麼找得到呢 好 不憐憫的 就不受憐憫 好 憐憫人的 就受憐憫 好 愛人的 就被人愛 被神愛 不愛人的 神也不愛 所以這個你看 是神代應許的命令 聖經裡面有很多的命令 但是應許 這個都要好好抓住 神已經清楚明白的告訴我們 那憐憫人的 也會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還是向審判夸勝 在地上你做個憐憫 做個寬大有愛的人 然後填上去 你看 唉唷 他身上穿了一個憐憫的衣服來 不用審判直接進去 因為他已經夸勝了 我是向審判夸勝 我根本就可以 不經過審判這條路 在審判這個路上 我是保送的 保送明白嗎 不用考試就能夠進大學 不需要經過入學考試 直接跳UBC 不需要經過考試 直接頒容易博士學位 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水平 遠遠高於那個規矩之上 直接保送 誇勝 對 直接保送 直接保送 誇勝 你根本就遠遠高過於那個標準之上 這就是我跟大家有時候開玩笑 開車看到警察 不用特別看起來 呦警察叔叔 呦警察便便 不需要 因為你在路上開車是遠遠你的標準 高於地上時速交通規則限制 但是你不可能是警察找你有麻煩 所以看到警察很開心 不用特別好就 呦警察那個 呦那有個警察 你那麼注意幹什麼 什麼人看到警察會跑 什麼人注意法官的動向 就是犯罪的人 對不對 對 愛的九個果子 當你都能夠活出來 活得實實在在的時候 這些東西不受御法限制 這樣的是沒有御法禁止 為什麼 哎呦你說聖經好太好了 我記得才發現 讀了聖經可以不守法了 基本上你如果把聖經真正讀好 真正活出來的時候 你是可以不守法 為什麼 因為聖經上的標準 如果你能活出來的話 它遠遠高於道德標準的法律 之上不知道多少倍 你愛神又愛人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守法 因為你不會犯罪 你根本就是在一個無罪的狀態 業不庇護 這個路不實力 你根本不需要警察了 你根本不需要警察 對不對 好 所以大家明白 憐憫 接納是帶應血的接納 接納是教會合一的元素 我們把圈子說回來 不談國家 不談家庭 不談配偶 不談孩子 我們就講到教會 教會 合一 接納是個重要的元素 你封守書四章二節到三節寫錯了 預備 來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明所至 何而為一的心 這就是接納 在教會裡面其實有很多的接納 你也要適時察覺 像我就察覺大家有個接納太多 比如說你看我來 我這個上面的power point 我都打的是繁體字 對於國內的姐妹們 你們看 哎呀怎麼用繁體字 教會裡面老是用繁體字 我們想要繁體字 我們就是用繁體字來的 怎麼都那麼不明白 好 那麼我們必須要用繁體字 或者繁體字 但是如果用繁體字 那就表示 用繁體字的姐妹們 你們接納了 用繁體字的這個情況 這就是接納 這就是一種寬容 你可不可以說 劉弟兄啊 拜託你個事好不好呀 我們這裡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都是看繁體字 下次你能不能夠 這個曲就大多數人要求 你跟我弄個繁體字好不好啊 不然我不來了 我告訴你啊 是不是可以這樣 可以嘛 對不對 有人其實也沒有繁體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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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都是最好的教會 我們盡量保持有九個字 不要十個字 沒有人這麼反應 所以我就講說教會大家 表示我們在來教會 大家都很成熟 都有一個包容的心 都很能夠接納 大家不同的背景 特別是很多不同地方 來的地歐姐妹 大家都能夠接納彼此的不同 而且你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 接納其實有時候不容易的時候 你有一些積極的想法能夠幫助 你說原來我們在國內讀 監體字不錯啊 但是我來 有多一個能夠學繁體字機會 有何不可能 有些字我不是那麼熟 但是多讀一下 哎呀 原來這個字是這樣寫的呀 哎呀你看你是多了一種 多了一種文化的技能 對不對 你對文字有多一個認識 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有一些積極的想法的時候 也能夠調整 你能夠接納的態度 所以在教會裡面呢 接納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接納可以幫助我們有後面的活出來的形象 就是我們會凡事謙虛 我們會溫柔 我們會忍耐 然後我們會彼此的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然後這個聖靈所賜和而為一的心 這個很重要 那講到半天你會說 哎呀接納 可是我們就一見不同 怎麼接納呀 哎呀我們就是想到不同 怎麼接納呀 哎呀我們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 接納是接受我們存在的差異 接受存在的不同 甚至接受不同的我行為 我道德標準等等 但接納不是什麼呢 接納不是任憑不好的事發生 比如教會裡面發生不好的事情 我們不是接納 啊好了好了沒事了 那劉義兄啊 牧師都跟我們講說要接納 哎呀我們接納 你就我就就就沒事 不是了 好 那麼接納不是任憑不好的事發生 教會有不好的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接納這個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們要去解決 如果有一個人生病了 好 我們先接納這個事情 你不能一個人生病 在那邊說 哎呀主啊 你在哪裡 你還是主嗎 我的心情都跌倒了 我們這樣就會 怎麼能夠讓人生病 好 就這樣哭哭三個小時 祷告祷告不出來 趕快吧 我們就接納這個事實了 為他祷告吧 帶他去醫院吧 看醫生吧 然後有沒有弟兄姐妹 你可以是在兩個醫院 有什麼相關的資訊 你可以幫助他的 哎 這就是我們接納這個事情 生了一個不是你滿意的孩子 哇 哭了十年 祷告祝啊 為什麼讓這個孩子出現在我家 為什麼讓我這個孩子出現在我家 你就明顯沒有接納這個事情 好 你先接納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靠著神的力量做後面的事情 教會有沒有可能發生一些不愉快 不好 不開心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 有 你接納 然後我們去解決 教會也不是我們接納隱藏罪惡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罪惡的當中 我們要把它想辦法把它解決 弟兄姐妹 偶爾被過犯所生 家庭的問題 財務的問題 道德的問題 等等等等的問題 我們怎麼樣幫助他們 明白的告訴他們 你現在在犯罪 你在罪當中 能不能幫助他從罪頭走出來 不要以他的犯罪的樣子來帶他 好 那麼這個很重要 接納他所犯的錯 幫助他從裡頭走出來 好 那麼接納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個案 如果你的教會裡面 你的孩子 有可能在學校交了不好的朋友 孩子有可能碰了毒品 孩子有可能染上了吸煙 染上了酗酒 孩子有可能接觸很多同性戀的這個同學 以後他也變有很多的傾向 哇 有很多的問題 你怎麼樣接納 怎麼樣幫助他們從裡頭 能夠做改變出來 好 這都很重要 接納也是了解 接納是調整 接納是配合 好 同一個會議當中 大家有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有的時候我真的不能夠接受 他那種不成熟的意見 有時候我真的不能夠接受 他那個自私的觀念 有時候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怎麼只看片面事情的觀念 有時候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為什麼猶豫不決 該做決定不決定 這個沒有這個擔當的智慧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神也不會讓這個事無焉無故的發生 有時候呢 我們中國人說有吃有草 沒吃沒草 其實我們在一起都很快樂 本來沒事的 結果會因為一件更好的事情來的時候 就發生不好的事 你說講的好玄耶 本來我們在這裡很快樂 本來我們在這裡很快樂 你看我們要聚會有地方聚會 不管在姐妹家 還是在以前我們Surry House 然後我們要聚會 因為現在我們做禮拜 有很好的教會做禮拜 你說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做禮拜十幾年了 對不對 昨天今天明天聚會 他都是很開心 這本來就是已經很好的地方了 可是可能會因為一件更好的事情 讓我們中間反而變成不好 什麼事情 突然有人送你一棟房子 這個人是上帝 說你們只要有信心 我送你一棟房子來聚會 是不是好事 可是這個好事來自於發生不好的事 我們中間有人覺得 我馬上養一個人覺得說等一等 人覺得說我不要 這壞事就來了 本來三個孩子在一起 你看我看你 沒水喝沒糖吃 很開心的 沒有其他需要 突然有個多次的北邊 拿了兩顆糖來 三個人分不均 本來是很開心的 有糖點沒糖的孩子 是好事 但是來的時候就變壞事 可是 上帝常常會做這個事情 他藉著這個過程 要考一考裡面 看我到底怎樣 我看了三個孩子 玩開心的 我就有點那個 想要整他們 我給你兩個糖 看你們怎麼辦 大家 這兩個糖是我們兩個 你沒有 兩個兄弟欺負另外一個陌生人 就像這樣 就這個考驗就來了 一下子考驗就看出來 我不是說神故意要整我們 開我們玩笑 給我們一個這種事情 讓我們來玩弄我們 不是 而是有的時候這是個考驗 神也允許這樣的好事 發生在我們當中 本來是個祝福 但我們當中 會經過一點點的磨合起 最後這三個孩子聰明的 把三個糖來打碎 一人分三分之一 或者我舔一口 你舔一口 我糖中有你 你糖中有我 你糖中有你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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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樣啊 到最後大家怎麼樣 compromise 怎麼樣取得大多數人 快樂的決定 或者 有的人不是不願意踏出這一步 有的人他要想一些 我記得很清楚 小時候我們去學游泳 我爸爸很會游泳 那我們小學吧 就學游泳 我游得比弟弟好 可是弟弟胆子大 我爸爸訓練我游泳很奇怪 到一條河 當然是很安全 他拿了一個救生圈在裡面 好 跳下去 我弟弟其實不大會游泳 跳 我弟弟就砰就跳下去了 跳下去 爬兩下不大行的 把他的救生圈丟下去 那我爸爸說 跳 我不用做 因為我知道我下去不多久 我就要救生圈 萬一救生圈不丟給我怎麼辦 對 我說我現在請教學會了以後 你不叫我跳我都會跳 可是我現在跳下去 我一會兒就不行了 我就要拿救生圈 萬一你丟過 或者借不到我都給各個拍走了 怎麼辦 所以我認為我要 確定了我跳下去沒事我才跳 我叫我跳我不跳 然後再對我爸來說 就是這口感情不聽話 叫你跳的時候不跳 發脾氣了 對 然後爸爸不開心 孩子也很痛苦 對 這就是一個情況 所以同樣的 在一個會議桌上 有人會跳 有人會說不行 我得要看清楚 你說跳對還是不跳對 很難說 跳下去了拿救生圈 到最後學會游泳 這就好事 可是要一點時間去證 所以上帝會把那個要跳 跟不跳的人都放在同一個家庭裡面 就像我跟我的弟弟一樣 兩個不是都愛跳的 也不是兩個都不跳的 總是有個跳有個不跳的 還要配合一個會發筆記的爸爸 這個事情 就演一個精彩的故事出來 所以有意思 你要知道 上帝的安排都有意思 有人跳有人不跳 有人會有人不會 有人要有人不要 這就是擺在一起 大家要藉著這個過程中間 來彼此接納 好了 這個堂分好了 這個房子要了 以後呢 你會發覺多了什麼 多了大家在一起的 彼此默契跟成熟的彼此相 經過這個事情 他的感情更不一樣 夫婦總是要鬥鬥嘴吵吵架 和好如初之後呢 感情比以前更容易 我對他更多認識一分 我知道以後講話不能太兇 我知道以後要先跟他說什麼 先跟他說什麼 或者吵完架來說我愛你 比如說像這樣 大家在這個堅納裡面 有更加成熟的彈度 所以呢 堅納是很了解 堅納是調整 堅納是corporate 是配合 這個是很不容易的功課 是教會裡面合一的秘訣 好 那麼大家如果還有點問題 我們還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先請禱告吧 好等一下問題我們再交通 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明白堅當的重要 是你自己帶應許的誡命 因為你告訴我們 我們憐憫誰 我們就必得憐憐 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但讓我們成為一個能夠堅納 有包容 有你自己主大愛的人 我們不論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主你的幫助我們 能夠學向你 成為一個真正有愛的人 不但是有愛 這個愛乃是從十字架上 親自從你那裡流出的寶雪 所知取來的 主幫助我們 過去我們也許不愛 現在我們也許愛得不夠 但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更加成為一個愛的人 給我們一個鼠靈的眼睛 更加叫我們看見那些軟弱的 那些悖逆的 那些犯罪的 那些下沉的